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先演播 第141集 胖揍 长情无法直视他家拖后腿的殿下 好在浮星浑然不觉发生了什么 一把拉起肃清 随着苏清起身 荣衡再也不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做着为所欲为之事 兴兴地跟着起身 主子 四殿下在隔壁 快看 是四殿下 浮星一句话 说的那叫一个声如红中 亢奋激动 宛若他看见的不是四殿下 而是一个外星人 苏清横了荣衡眼 转脸去看被随从浮起来的四皇子 难为浮星能从一堆菜汤烂叶中辨认出那张脸 别胡说 什么四殿下 四殿下怎么会来碎花楼 只是容貌相似而已 苏清喝止了复兴 楼下已经存了七八个黑衣人的火口 既然打斗已经被逼提前结束 并且再也无法进行下一步 苏清打算回去审问一下 那些火口 看能问出什么 浮星被喝止 睁大眼睛 看着对面头上滴菜汤的人 沉默了一瞬 气沉丹田道 你是四皇子吗 四皇子 四皇子的跟班立刻道 什么四皇子 认错人了 浮星眉毛一皱 物质低谷 还真是认错人了 荣衡深深地看了四皇子一眼 跟着苏清转身离开 眼看着荣衡毫发无损地离开 四皇子不甘心地紧紧捏拳 就让他这么轻松地离开 他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 还倒了一堵墙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地上一个原本昏厥的黑衣人 玉洁青颤了几下 刷得真开 就在苏清要走到门口的一瞬 地上的黑衣人 忽然一跃而起 手里一柄利剑 划出一道寒气逼人的荧光 幽冷的声音 从苏清的背后传来 苏清和荣衡一个对视 双双回头 长青一张脸都要哭了 脖子前面横着一柄剑 哆哆嗦嗦嗦道 你抓我干嘛呀 他背后挟持他的黑衣人也很诚实 他们太厉害了 柿子我只能减软呢你 长青 你直接动手吧 长青 虽然他也这么觉得 可真的听到这句话 好伤心啊 殿下 不必管奴才 您走吧 长青一脸 忠肝一胆 忍住眼泪 短暂的对峙期间 四皇子给身侧 随从一个暗示 随从立刻 悄无声息地 离开四皇子身边 朝门口奔去 为了不打草惊蛇 四皇子依然立在那儿 一动不动 然而 就在他随从抵达门口 正要伸手开门的一瞬 手背忽得 撕心裂肺的一通 一柄利剑 稳稳地插进他的手背 一声惨叫滑破静默 与此同时 苏青朝复兴道 去把那个长得像四皇子的人 揍一顿 刚刚不追究你 是因为没有切实的证据 证明黑衣人和你是一伙的 但没有证据 不代表我就不能揍人 四皇子 别说四皇子懵了 就连福星都懵了 主子 为啥 苏青冷眼看着四皇子 四皇子和九皇子 手足同胞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有人冒充 四皇子骗吃骗喝而无动于衷 说完 苏青转头朝荣衡道 你能吗 荣衡宠宁一笑 你不能 我也不能 好嘞 福星欢快领命 对面的四皇子 他现在只是个路人呢 长得像四皇子有错吗 黑人 黑人比在长青脖子上的剑猛的一用力 住手 谁敢走一步我就上了他 福星理也没理他 上吧 上吧 一面说 一面欢快的直奔四皇子 滑入饿酒的狼 终于见到了一只小飞羊 在福星刚刚跨过那堵塌了的墙的一瞬 苏青朝着窗外某个方向道 福星一个人不行的 你们下来帮忙吧 众人 荣衡一脸懵地看向苏青 你和谁说话呢 苏青一脸风轻云淡 负这么大的局 你以为我真的自己来的呀 说话间 四个平阳军翻窗而入 加入福星 顿时四皇子的嘴角一抖 四皇子的随从一看这情形 顿时机眼 不顾手背上的疼 站到四皇子身侧 朝福星怒斥 你们放肆 退下 福星白眼一翻 你才放肆 冒充四皇子 招摇撞骗 你知不知道 这是要满门抄斩的 揍你一顿都是轻的 谁说我们是冒充的 这就是四皇子还不退下 随从立刻道 你们刚才自己说的呀 福星悠悠道 再说 这要真是四皇子 他来翠花楼做什么 睡姑娘吗 跟班 四皇子 跟班狠狠地当着福星 殿下的事也是你能随便问的 总之这就是四殿下 滚开 福星疑惑了一下 他也觉得这个真的是四皇子 回头朝苏卿道 主子 苏卿面无表情 揍他 你们放肆 欧打皇子 你们知不知道是何罪 四皇子的跟班 在做最后的挣扎 然而 声音还是淹没在 一顿狂奏之中 场面血腥 熊恒嘴角一颤 看向苏卿 既然外面 割了四个人 为啥刚刚打的时候 不出来呢 苏卿领悟了 荣衡的眼神 翻了个白眼 难道你就是 单刀付贵 外面没有你的人 荣衡顿时心虚的 看了一眼窗外 窗外 他安排的死事 心虚的缩了缩肩膀 原想着是安排了人 一则是为了预防 万一真的抵不过 二则也好进行 后续的跟踪 顺藤摸瓜 只是谁能想到 墙塌了呢 谁又能想到 四皇子会亲自 坐在隔壁督站呢 谁更能想到 塌了的 就是隔壁这堵墙呢 都是命啊 四皇子的随从 被苏卿一剑废了手 帮不上忙 除了被揍 只能眼睁睁 看着四皇子被揍 而其他的死士 不是死了 就是被绑在虎皮凳上 余下的都是弓箭手 一群人海揍 他们四殿下 他们有剑也射不出啊 黑人原本挟持着长青 眼看这个情况 一咬牙 丢下长青直奔四皇子 一共带来三十个黑衣人 就剩他一个 能自由活动的 长青一脸惊魂不定的 摸着脖子 朝荣衡胡一道 殿下 没事吧 荣衡 别揍死 揍得差不多一个月 下不了地儿就带来吧 一会儿还要带他进宫呢 苏卿丢下一句话 转身离开 点赞评论分享是最好的催根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